男人从高处坠落脊骨骨折 牙齿摔掉62颗 即便如此还依旧坚持活着 不肯死去 可紧接着太阳出来了 男人的皮肤出现灼伤 随后一命呜呼 法医第一次遇到如此奇怪的尸体 小伙皮肤白又白 两颗牙齿竖起来 全身烧伤很奇怪 仔细一看还挺帅 法医对气进行尸检 发现男人竟是被太阳晒死了 死者名叫爱德华 独自生活汉拿山 案发地点距离山顶只有8 按理说摔下去顶多破点皮儿 可这个男的却摔死了 警察来到死者家里 发现此人活着的时候不但掉毛 他还尿血 除此外家里还储备了许多烫伤刀 照片显示 爱德华怎么看都不像人 更像是吸血鬼 他从悬崖摔下后没选择爬向出口 反而吃力地爬向帐篷 这点更加说明男人害怕阳光 村长说小爱独来独往 同步与人交谈 白天窝在家里 深夜才会出来闲逛 每次出门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简直就是怪物 村民反应 男人曾侵犯过自己只女儿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变态 女孩惶恐的神态足以说明一切 最终尸检显示 男人死因是神经麻痹引起的心脏骤停 高空坠落只是疾病突发的诱因 综合判断爱德华患有哺龄病 是血液活性没降低引起的先天疾病 哺龄病又称吸血鬼症 输血和吸血都能达到缓解病痛的作用 监控显示 案发当天5名孩子登上汉拿山 可20分钟后返回的只有4人 紧接着爱德华便出现在了画面 难道是他抓走了男孩 目的是吸食人血吗 警察找到了消失女孩 女孩说爱德华根本没那么苦 她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经常教自己画画 最近总有人来搞乱 村民都想把她赶收村庄 为了女孩安全 爱德华送她一部手机 历天 女孩和小伙伴一起上山 渴到了密林深处 其他小朋友竟偷偷离开 将她独自一人留在了山里 女孩回过头 四周已是空无一人 她掏出手机 将电话打给爱德华 就在男人背着她 向山下走去的时候 村长带人追了上来 原来男人的房子 刚好位于度假村拆迁地点 村民都盯上了这块肥肉 舅舅想以诱拐罪 将她送进监狱 关键时刻女孩拉住舅舅 爱德华转身就跑 她被几人逼上悬崖 最后一脚踏空死于暴晒 舅舅不允许自己提起此事 否则就连她一块弄死 逼死了爱德华 村长带领几人 在KFC开启了庆功宴 正当几人商量 如何评分拆迁款的时候 警察带队闯了进来 警局里 几人从百般狡辩到互相揭发 虽然他们不是直接凶手 但也难逃法律的审判与制裁